10年前一棵巨树从T室升起 从此拥有极端情绪的人可以化身成膜 10年后人们已经习惯了有恶魔存在的世界 在2035年6月10日T室中心医院 有位病人突然化身成膜 此时有两位分别是黑发和黄发B级猎人 经过初步判定为受级 属于低级恶魔在他们的能力范围之内 旁边的护士小姐姐说到真是太好了 那就麻烦两位快点消灭她 而保安大哥却插到说 本次事件我觉得是有蹊跷 通常情况下只有情绪崩溃失去理智的人才入魔 而病情紧急需要要住院的患者 我们都会事先注射镇定剂以稳定患者情绪 这名患者在被妻子探望10分钟后突然失控入魔 我怀疑存在人为操控的情况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恶魔可能会迅猛生长 还请两位多加小心 就在这时两位恶魔猎人亮出了他们的B级令牌 而所谓的恶魔猎人 就是能抵抗入魔并拥有觉醒能力的人 以狩猎恶魔换取赏金为生 这时黄发恶魔猎人问道请问有进去的地方 一旁边的护士小姐姐说道入口只有这一个安全门 但打开我怕恶魔伤及无辜只能委屈两位从通风管进 两位恶魔猎人往通风管走的过程中不懈地说道 从哪进都一样了反正三分钟就能解决他 半小时后护士小姐姐疑惑地问道 这么长时间不会出什么事吧 保安大哥回答说资料显示他们确实是新进的B级猎人 对付一只兽级恶魔应该绰绰有余吧 此时背后传来一个神秘的声音 是心目强健有力的翩翩金发猎人林奇生19岁 就是男主怎么每个主角都是这样出场的 他说道不用等了 恶魔猎人完成任务准则第一条 就是在五分钟内要汇报他们多半是挂 护士小姐姐猛逼问道现在医院封控 你是从哪里进来的还在这里胡说八道 突然安全门内又猛响起激烈的打斗声 出现了一双透着红光的大眼睛是恶魔 他竟然还活着不过当然得活着 不然主角此时出来是干嘛的 吓得护士小姐姐用了单身20年的手速 靠猎人协会速派高级猎人我要一击我要一击 旁边的低头族发朋友圈吐槽到可恶那两个猎人来时 装枪做事没想到是外强中干 但是很快就有新的猎人受理任务 那个偏偏少年林奇生又说道 不用找了我就是恶魔猎人 引得单身20年的护士小姐姐两眼发光 等一下你的猎人卡怎么和别人不一样 上面写着见习见习见习猎人 开什么玩笑两个B级猎人都搞不定的是派一个新人过来 林奇生无奈的说道果然单身20年看的脚步都不一样 不说有的人怎么样都是那个焦点 此时这位单身20年的小姐姐果然会来是一下子就抱住了林奇生 说道救命快快去消灭他 但是不出意外林奇生趁人之危的说 解决这个小可爱没有问题 不过事后你得答应我一个请求 护士小姐姐下的脑子只剩下答应两个字 求求你救救我们这个小医院吧 林奇生露出了邪魅的笑容说道一言为定啊 轰的一声旁边吃瓜群众说道 那可是太和金的安全门居然一脚就给干开了 恶魔心里一万个草泥马人家是主角 哪像你们这些死跑龙套的作用只是脚旁白 好黑啊林奇生看了看里面战场有点激烈啊 旁边躺着两个小可爱 果然刚刚的B级大牢领了盒饭 往里走了一点一个庞大的身影站在了林奇生面前 林奇生心里面想到这家伙是不是比刚才又大了一拳 吐的一声恶魔趁林奇生不注意发动攻击 一恶一上来就伸舌头 一点也不畏生啊把林奇生恶心的一比 不够恶心归恶心 林奇生使出了一招恶魔之拳 顿时火光四起 烟雾比你家的烟囱多大难道又是有烟雾伤定律吗 当然不是拉帕的一声一条三斤重舌头掉了下来 林奇生捂住嘴巴说到好重的口气 老子初吻差点被你拿走了 算了还是叫魔蛋出来吃饭吧 只见一位好像没有眼珠子的魔童带着火花出场 下一秒看到恶魔的灵魂两眼发光好家伙 没看到灵魂还以为你没有眼珠子呢 吃货魔蛋对着恶魔就吸了起来 果然能不能满足看表情就知道了 但是女生就是女生心里想的就说出来的不一样 魔蛋打了一个革病说道 什么嘛这只恶魔也太低级了 吃了才增长一小点以后这种货色就别叫我出来了 旁边林奇生靓仔雨色 林奇生转眼发现地上有一只小小的针筒 拿起来并给到保安大哥让他们好好查看 保安大哥看了一下 难道这就是注射了救护发狂的恶魔之血吗 难怪病人会入魔 话说两头此时林奇生走向护士小姐姐 看着他说道 恶魔已经解决了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 其实我早就发现护士长您还挺有料的 正好我朋友的网店开张有没有兴趣来做内衣模特呀 至于怎么做我就不先跟大家说了想看请刷下一集 原因身材傲人 被迫去兼职当内衣模特 此时一位技术到位的摄影师正在专业抓牌 并满意笑着对林奇生说 你这小子可以从哪里找来这么哇塞的美女身材真诀 林奇生低调说只是在医院碰巧遇到的 摄影师说我也想碰巧遇到 特喵的人家这么卖力 不会是你小子心泡的妞吧 瞎说什么我林奇生才没有那美国时间了 摄影师看到林奇生有点小脸红 就说逗你玩的了 不过说起来你最近变化还真大 不仅长高还壮实了不少 前几个月还实名注册当上了恶魔猎人 我还听说猎人多数是觉醒者 莫非你小子也被月薪三千的工作觉醒了 林奇生得意说最近有锻炼而已 获得了意想不到的能力 一切还要从半年前说起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我差点被就地正法 原因有点扯 只因我努力搬砖发小广告 更侮辱人的是 被一群大妈认为风度翩翩的我是流氓 正当我摆脱大妈们的笼罩时 突然看到几个黑衣人围着 一个楚楚可怜的少女 其中一个黑衣人问到少女身份比对结果 只见旁边额头发出如同手电筒光芒的黑衣人 说到身份识别无误就是她 中间的黑衣人小哥此时怜香惜玉说还是小姑娘 一看少女装扮像刚洗澡没来得及穿好衣服 既楚楚可怜又稍有姿色 鉴于你之前的行为 系统判定你具有危险性 你需要吃点苦头了 下次记得穿好衣服再出来 眼看黑衣人准备动手时 灵奇声一个飞身出去 你们才要吃苦头了 正当帅气的落地时 灵奇声才意识到 做人果然还是不能太冲动 一不小心身体比脑袋反应快 此时场面有些尴尬 集中生智的灵奇声说道 不好意思两位大哥内衣要不要了解一下呀 黑衣人集体一脸猛逼 反应三分钟汇报意外情况 有名普通人闯进了现场 旁边的少女小声地说道快走 此时到灵奇声一脸猛逼 突然少女抱走 谁让你救我了快走 来不及反应的灵奇声眼前一飞 黑衣人说道解决掉了 放心我们会处理好 不会节外生枝 灵奇声此时内心说道 早知道就不见义勇为了 为什么会不由自主地出来呢 对了他那副模样 有点像当年的母亲和妹妹 可惜呀 这次也没能救下任何人 正当灵奇声以为要挂掉的时候 扑通的一声 只见灵奇声从床上惊醒 下意识地摸索着 我不是被捅了一刀了吗 难道只是一场梦 一位名叫左影的靓仔说道 你醒了那我们聊聊吧 灵奇声看看了衣服 还好都在 灵奇声问道你是谁这是哪 左影说道我是谁不重要 这里是我们的仓库 放心吧你很安全 灵奇声突然反应过来 有帮黑衣人要杀一个女孩 那个女孩呢她没事吧 左影说道那帮黑衣人已经逃走了 至于那名女孩 她在这里 不过很可惜她已经死了 是一个起死回生的故事 起因是一个英雄 为救美女被捅刀子 美女为了暴打 把灵魂附身在英雄身上 左影说她在这里 不是英雄救美了吗 左影告诉我 以她的能力 不会栽在那几个黑衣人手里 她会死完全是因为你 我不相信她胡说八道 灵奇声满脸惊恶地说 明明是我在救她 左影笑我无知 还没弄清状况 就不自量力地冲上去送死 简直愚蠢 左影说着你还觉得 又一次害死无辜的人 所以将灵魂融入你的体内 才将你救了回来 你现在应该能感受她的存在 她的灵魂附身在你的身体里 两个灵魂共用异体 灵奇声有点怀疑人生 这种事一看就是在忽悠人 但静心感受自己 确实有点不一样的感觉 此时灵奇声感觉 左影肯定不是一般人 说到你们到底是何方神圣 我们是谁不重要 左影要是直接说出来 就不好玩了 接下来进入主题吧 左影说到他们 希望灵奇声能帮助复活女孩 灵奇声之前因为冲动 非常感觉愧疚 要是能复活就太好了 问题是这可行吗 肯定可以了 要不然剧情怎么写下去 左影喊到出来吧 突然崩出来一个小可爱 灵奇声被吓到 差点变身超级赛亚人 果然每个男主前妻都这么胆小 左影解释道 不用慌张这是他的灵魂形态 他在你冰死之际 用灵魂修补了你的灵魂 而他自己因为灵魂消耗 变成了小灵魂状 我们猜测他的能力 并非单纯的灵魂触桥 而是一种灵魂补充 这是从恶魔体内获取的魂金 他会自主吸收它们 这也是一种灵魂补充 独属于他的能力 左影看吸收了差不多 问到感觉到了吗 灵奇声感受了一下身体 果然变得轻盈了很多 左影说那是因为 他的灵魂在恢复 每次吸收魂金 他都会获得成长 当吸收足够的魂金后 他的灵魂就会恢复原状 那时他就能回到 自己的身体里了 在此之前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我骂灵奇声反问到 我能做什么 左影说到 希望你去猎杀恶魔 收集魂金 让他的灵魂复原 灵奇声突然就炸了 开什么玩笑 我只是个普通人 这不是让我去送死吗 我已经死过一次了 突然左影发动攻击 下一秒 灵奇声身体产生了防御系统 这是什么 像火又不是火 没有灼烧感 反而觉得很舒适 左影说到 看吧你能使用他的能力 我打你是为了你好 虽然现在力量很薄弱 但是被打多了就变强了 所以后面你得去猎杀恶魔 让他多吸收魂金 按理来说 应该是我们收集魂金 但是我们不方便抛头露面 灵奇声此时有些疑惑 左影看到了灵奇声的疑惑 马上先画大饼说道 只要一年时间 你能完成这项任务 我们可以帮你实现一个愿望 一听到是愿望 灵奇声马上反问 是不是什么愿望都可以实现 左影咳嗽了一下 心想是不是有点冲动 事到如今 只好先把饼画好给他 直接问说吧 你想要什么 画面直接静止了30分钟 竟然考虑这么久 想到这里 左影心里有点处 下一秒 灵奇声直接伸出五个手指 说到我想好了 就勉强给我武艺滑臂吧 啥武艺 左影赶紧说跳下一击吧 一马你有没有搞错 真是狮子大开口 左影心里面想 老子这辈子都没敢想过这么多钱 一旁的灵奇声看着左影的表情 一看他好像就很穷的样子 反过神来的左影装得很淡定 好奇地问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灵奇声若有所思 他刚刚是急了吗 感觉武艺确实有点过分 但是他没有直接拒绝 那就说明还有机会 想到这里灵奇声转身往后走 背着左影说道 刚才我提及你们的身份 你闭口不谈 现在我要五个亿做什么 你们也不必多问 总之我帮你们复活女孩 你们给我武艺滑臂 事成之后分道扬镳 还有门口后面的几位也听清楚了吗 只见门后发出枝呀小声 哎呦被发现了呢 随后从门后走出来了 几位精神小伙 感觉这几位小伙都很虚的样子 可能昨晚在玩多人游戏 其中一位拿着派大星的小伙说道 这小子还挺敏锐 什么时候发现我们的 灵奇声扫了一眼他们 回复说只是试探一下 没想到有这么多人 旁边的左影脑子回放到上一集 原来是我下意识用我们称呼自己 让这小子察觉到了吗 不禁感叹果然还是年轻的脑子反应快 这边灵奇声突然感觉 背后有两个座大山压了果然 山上传来了让人发酥的声音 小家伙刚才的话我们都听清楚了 不过姐姐我还有一点小要求 关于我们的事要你可要守口如瓶哦 如果让我发现有外人知道的话 那这把刀可是会割开你的喉咙的 灵奇声心想能死在大山下好像也不错 左影这边说到最后一点要求 我的同伴已经说清楚了 至于你的要求我的决定是成交 回过头来这边拍摄准备要结束 摄影师边拍边说 这边灵奇声继续自言自语地说道 现在想起来五个亿 确实有点狮子大开口 明明人家也救了自己 但是我有必须要这五亿的理由 说这里小编我也有要五亿的理由 谁没有呀 七年前邻居变成恶魔闯入了灵奇声的家 为了保护灵奇声和妹妹 母亲奋不顾身地抱着恶魔跳下了楼 幸运的是有恶魔垫背 母亲侥幸活了下来 但也因此摔断了脊柱 变成了永久瘫痪 现代科技已经能制造了机械脊柱 能够恢复瘫痪病人的行动能力 只是价格高达五亿华币 不得不说灵奇声也是够实在的 刚好要够五个亿 这些年来灵奇声四处奔波 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 五个亿恐怕一辈子也挣不来 这是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 一定要让母亲重新站起来 不禁让人感人累下了呢 一日恶魔猎人协会 每个月月底是绩效考核时间 彼时恶魔猎人们需要到 猎人协会何时领取赏金 果然艺术源于生活 连漫画世界也有考核 说到这里小编心里舒服多了 灵奇声地级新手 这个月的业绩是 五只兽级三只兵级一只斗级恶魔 总共六十七万华币 窗口的业务员说道 恶魔由低到高分为兽级 兵级斗级灵级神级 红斗级开始拥有超强生物能力 神级更是对自然产生严重危害 作为信任你也太拼了吧 灵奇声表面说是为野生活 心里说都是因为有魔大 我才能猎杀这么多恶魔 说起来他现在才四十级 我就能单独猎杀斗级恶魔了 要是满级是得有多厉害 师傅呀正在意淫的灵奇声被打断 只见一位小丑满脸兴奋地说道 真的是你呀我可算找到你了 这么可可爱的小丑 您叫小丑二十四岁外号胡子 也是地级新手猎人 灵奇声心想 果然是那个家伙太丢人了 一个月前一家餐厅的服务员 与顾客发生纠纷 情绪激动而入魔 还好灵奇声及时感到解决了恶魔 但这一切却被躺在桌下的胡子看见了 没想到他也是恶魔猎人 之后他就一直缠着灵奇声要拜师 灵奇声心想每天都要打工挣钱 还要收集魂金 哪有时间带着胖子 得赶紧溜 想起之前灵奇声现在也想马上走 师傅您等我一下背后的胡子教导 这次真的有事找您 我最近抢到一个任务 北方雪山出现一只恶魔兽名叫风雪豹 它霸占地盘胡作非为 害得很多动物也跟着入了魔 好多猎人前去都无功而返 凭我一个人肯定也抓不着 于是我就想到找师傅您合作 如果成功我307 你就看看骂奖金不少了 灵奇声想恶魔兽由动物入魔而来 因为智力低下进化不高 一般等级不超过斗级能值几个钱 谁知下一秒胡子拿出手机来看了金额 差点亮下了灵奇声的狗眼 是什么样的一只动物 才会引得各类人马到零下50度的 雪山去抓捕 只因他的赏金达到200万华币 北风呼呼地吹 师傅您慢一点 走在背后的胡子有气无力地说道 灵奇声说别乱叫啊 我可没答应收你为徒 这次是合作关系别拖我后退 否则价格另谈 胡子干大的回答说知道了 不过话说您昨天还拒绝来着 今天怎么变得积极了 灵奇声突然声音变得沉重起来 昨晚我连夜查询了关于风雪暴的事 那些被影响的动物大度无家可归 实在是太可怜了 于是我决定来到这里拯救苍生 身后的虎子像的小迷地一样欢呼 但其实是灵奇声发现抓捕风雪暴的 赏金竟然高达两百万华币 像这种既能赚钱又能来雪山旅游的 好事只有傻子都才会拒绝 说完继续往前走 翻过了一座山后 站在他们前面都是来抓风雪暴 和各种人马 看来这次任务不简单呀 突然一堆机甲破铁的在喊着 风雪暴一定是破铁军团的 破铁军团必胜 此时拿铁棒的少年说道 各位道友今日有幸集结于此 定能降服那妖孽 此外后面的哪吒请忽视他 小编也不知道是干啥的 可能是跑错场啊 话不多说一个绿头大兵说道 准备走吧看到刺激 旁边正在喝汤的林奇生心想 连猎人雇佣兵都来了 这风雪暴是犯了天条了吗 面汤老板打断了林奇生的思考 问到两位客人 咱家这羊肉汤味道怎么样啊 要不要再添点 林奇生说味道很好不过我们 已经饱了不用再添了 好家伙问过旁边的胖虎了吗 突然老板好像发现前方有什么宝藏 只见老板仓促地说了一句失陪 就往前方跑前去 原来是有个美女在 几个本地人忽悠着说 放心吧我们是本地人 对地形很熟悉 一定会带您找到风雪暴的 老板故意用水壶碰了一下美女 不好意思地说烫到姑娘了 我送你一碗热汤一表歉意 姑娘连忙说不用了不用了 您又不是故意的 老板趁此机会问题 姑娘是一个人来的吗 看姑娘并不像猎人 来这里做什么 美女回复说是的 我是报社记者 听说这里有只风雪暴 想来看看能不能拍到她的照片 老板提醒地说道 这么多猎人都拿着风雪暴没办法 想必十分凶猛姑娘可得小心哦 不如趁现在回城里比较安全 旁边的一个本地人凶狠都盯着 看样子是敢坏了她的事 老板肯定没好果子吃 老板也只好收了 跟美女互相道别后 就往回走 不过真是可惜 看起来煽机令的怎么做 不懂老板的呢 林奇生见老板回来了 便问到老板您这急匆匆的是干嘛了 怎么回来唉声叹气的 老板无奈地说道 老朽是不该多管闲事的 可是你们看那边白色衣服的姑娘 就要死了 盗女因何故死亡 这一切的原因背后到底隐藏 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林奇生惊讶地问道 就要死了吗 您为何这么说 老板叹息了一下说道 这就说来话长了 邀请她加入队伍的那群人 原本是咱们这小有名气的恶魔猎人 风雪暴出现的时候 他们也曾几次上山抓捕过 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 从那以后他们就消失了 直到两个月前 他们已领行员的身份 出现了在这里 但不知为何跟他们进山的人 却没有一个人回来过 其中缘由就不得而知 胡子立马质问说 这不就是杀人越货的够荡吗 老板用长辈的口气 劝林奇生和胡子两人 我看你们两位也比较年轻 倘若遇到这种人 要多留个心眼 千万不要上了他们敌档 但是老板忘记了 林奇生是主角 只见林奇生露出了得意的表情 这边老板一脸猛逼 随后林奇生跟胡子说道走吧 跟上他们 老板惊讶地问道 小兄弟你这是要干嘛 看林奇生的表情就知道 他要去搞钱了 随后一群人往山上走 其中一个蘑菇头小弟 问老大强哥 多家两人真的没关系吗 强哥说他们都是地级新手人 像这种祸色我一拳一鸽 蘑菇头看有如此拍马屁的几乎 就说到强哥不愧是 阿门村最有种的买 强哥有点小傲娇 随后嘱咐大家注意脚下 果然是本地人知道哪里有危险 只见从地上窜出个小玩意 是什么是老鼠啊 编剧也是人才 这么冷的雪山崩出个老鼠来 让开强哥一声怒喊 使出了一巴掌 果然漫画输出全靠海 众人看到老鼠跑了之后 讨论倒是什么东西 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那么大的老鼠看不出是什么东西 那就让小编跟你们说吧 是一种跳弹鼠笨蛋 他是一种小型恶魔兽 擅长潜伏在鸡血下面搞突然袭击 自身会产生一个空气袍 虽然伤害不高 但是普通人被击中也可能会断手断脚 随后这对小情侣对强哥说了谢谢 强哥说没事有我在 肯定会保护大家的安全 一旁的村花内心都要尬出村外了 明明是自家养的鼠 每次都要演这么一出真是恶心 不过呼唤了这么久怎么才来一只 其他的都去哪了吗 这边林奇生心想还断手断脚 这东西有这么厉害吗 只见林奇生一脚一个的 随后一群人就走到晚上 蛙强哥这个小可爱说是山洞面 天色渐晚大家走了一天也累了 今晚就暂且在这安营搭寨了 明天一早在出发寻找 林奇生突然感应到这山洞 不太妙啊 原来林奇生对死亡和威胁有具象化感知 林奇生感觉到整个山洞 都充满了死亡的气息 看来这里就是他们的杀人据点 这个男人真的卑鄙 把人带到荒无人烟的山洞杀人灭口 但殊不知高端的猎物 会翻盘成猎手 并以低端的猎物出现 在不知道缘由的情况下 高端猎物跟着强哥上了山 对于拥有具象化感知的林奇生 来到山洞第六感告知他 整个山洞都充满了死亡的气息 看来这里就是他们杀人据点 强哥故作担心说晚上柴狼虎暴躲 我们要被好柴火防止篝火熄灭 好家伙如果不知道结局 还以为强哥适得大暖暖 但真正原因是方便他动手灭口 强哥有计谋分配任务 小情侣我和秦姐一起剪柴 其他人留下来搭帐篷 此时推有男有力的男人想尽快领饭盒 说到可是我们是普通人 也不熟悉这里的地貌 大晚上的是不是不太安全 强哥说放心吧 有我和秦姐保护 你们不会有事的 此时伪装猎物的林奇生 莲香西域说 女生却还是太危险了让我换他了 强哥觉得林奇生更想领盒饭 大赞小伙子很伤到吗 林奇生也不屑说过假 志勇双拳的胡子说道 师父你走了我怎么办了 林奇生说你留在这会有人保护你的 记者小姐姐有深意的瞥了一眼 矫情造作的恋爱脑撒娇 亲爱的我们走了这么久 是要到哪里捡柴 林奇生很无语说恋爱脑要不得 换他了还是要跟着来 爱于莲香西域 怕多走两步恋爱脑的脚会塌皮 林奇生原地和强哥调命 我说两位就不用再走了 有什么花招赶紧使出来我都有点困了 人家说谈恋爱智商为零 别不信 这位强有力的男朋友傻傻问 这位小哥你在说什么使花招 林奇生讽刺说 这得问咱们强哥了 一旁村花庄傻充龙说 小兄弟我们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我们怎么可能对你们使花招啊 此时林奇生话说起大道理 细节是不会说谎的 强哥身上的杀气都快掩藏不住了 强哥大赞感知力挺强吗 你小子果然隐藏了实力 主角光环爆满 村花怕事情败露制止说 阿强你干什么 不是说好到悬崖边在动手 果然像游心生 强哥表情就看出心有多狂 这小子一路上装腔做事 老子早就看不惯他了 再怎么隐藏也是个低级的渣渣 趁渣渣们不注意 强哥使出鬼手螺旋锥 威力如何看村花就知道了 螺旋锥对准林奇生头顶击落 掉了个小玩意在地上 强哥得意说 可悲的垃圾让你装 看到我的实力了吧 乖乖把钱都交出来 我就留你们个全尸 都说凡事看破不说破 看恋爱脑表情就知道强哥面子没守着 只见强哥的首相急了五股击爪 痛绝神经反应到大脑 强哥痛得跪地求饶 地级猎手林奇生果然是天雪 打飞个护目镜没想到能让你这么高兴 玩够了吧 接下来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风雪暴在哪里 怕死的村花说 八强别反抗了快回答他的问题 不甘心的强哥还想找回尊严 冒得这群外来猎人越来越嚣张了 连个地级新手都这么瞧不起来 好歹我也是B级高等 怎么可能栽在这种垃圾手上 立刻开启了阿修罗模式报仇 看过这种形态的人 只有一个活着离开过 那最终谁能活着离开 继续关注点赞加收藏 物诚说慢才有动力持续更新哦